各种家电在路边随便可以捡到 业主会在95寸电视机上贴免费送的字样 而且前提是必须是好的 如果是坏的就不能放路边 这样的你尽管装车带走就好 还有在垃圾桶里可以翻出各种电子产品 苹果手机和平板 各种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东西 而且也都是还可以使用的 只要你在这里能放下面子 每天都可以捡到一卡车 捡回家后你再整理一遍就可以出售 就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而金哥就是靠在路边捡漏发财 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车去捡 这天他的运气格外好 还捡到了一个房车 虽然外面看着有些陈旧 但还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还有那是有些脏 需要自己去慢慢清理 他先是开到修理店来检查一下机子 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严重的故障 如果有坏零件的 就需要自己花点小钱更换 但金哥运气非常好 这车完全没有问题 他只需把车里脏的和垃圾 好好清理干净就好 还有坏的就需要更换一下 或许要是送给你 你都懒得清理 但金哥是一个勤劳放得下面子的人 只要是有一点用的都通通拿下 还有放在路边的自行车 这些都是可以装车带走的 只是自行车没有了坐垫 带回去后买一个来装就好 接着继续开车去找 这里看到了一个婴儿车 下车来看已经击沉了很多水 显然是已经放了比较久的 但其他的都是完好的 自然也就装车带走了 至于另外一个小沙发已经坏了 这样的金哥就不会再要了 当他继续往前开始 又看到了一个自行车 这个除了陈就没有其他任何问题 自然是要装车带走的 所以在这里你只要放得下面子 遍地都是黄金 真正的让你捡到不想要 这里又看到了一辆儿童玩具车 金哥在捡漏时都会好好看一遍 没有问题的通通装车带走 对于平常都是开小车 出门更是爱面子的你 让你开一个货车出来捡这些东西 你肯定是不会愿意的 而且金哥还会带着他老婆出来捡 这里还看到了一个洗衣剂 外表看着橙色很新 里面也是非常干净 这个骑马有七八成新 这种也是金哥的最爱 装车后继续去找 这里看到了一个黑色包包 打开来看居然是一把小提琴 这个骑马是有九点五成新的 这种好东西肯定是要装车带走 还没走几步又看到了一大堆东西 居然还有沙发和显示屏 这些当然是通通装车带走的 不到半天他们就捡到了一大车 带回家后清理好拿去卖 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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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